初四中午12點10分 順利拆除北門外頭金鐘罩 1884年建造的歷史古蹟 北門終於再度展現全貌 以前它真的是黑黑暗暗的 藏在一個角落 現在才覺得 這一個寶藏被挖出來了 看起來很感動 這應該是原來的面貌 從中校西路上來看 視野直通西門町 天際線一覽無遺 被高架橋擋住 長達39年的北門 再現完整面貌 在中校橋引到拆除後 北門台北鐵道部 台北郵局三者連成一線 共構而成 西區古蹟文化圈 未來會針對周邊的廣告 招牌亂象加以管制 都必須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跟台北市的西區門戶的 景觀管制的方法 原本要花八天的拆除工程 在日夜趕工 天氣良好狀況下 進入超前16.7% 通舟時間也提早了兩天 但重建之路才正開始 由於雙向各少了原先引到的一線道 暫時將藉由台北橋中心橋 作為替代的疏通道路 預計將多花用路人5到12分鐘 要到12月30號第三階段完工 增設線道後 交通才會有所好轉 警察局跟新北的交通大堆這邊 我們都成立了一個聯合的交管中心 衡量交通與文化之間的折衷 台北市順利拆除中校小引道 但如何度過黑暗期 考驗北市府年後應變能力 記者李世堅 張宇軒 安孝組 台北報導